臺灣的疫情還是很嚴峻 各界都在判這疫苗什麼時候到 雖然說指揮中心宣布說要放寬政策 未來只需要改付原廠的出貨證明 就可以來進口疫苗 不過這上海復興就說了 德國的BNT疫苗 在臺灣的代理權是屬於復興的 不管是民間或者是官方採購 都必須要透過復興 好對此中央疫情指揮官陳時中 他也回應了 上海復興的確握有代理權 會尊重這樣的商業行為 但是也期盼不要干擾我方購買疫苗 至於永齡基金會只是低調的表示說 各種的資訊都還在釐清當中 一切都會遵從法令跟商業機制 那也希望我們的政府跟指揮中心 都有聽到我們人民的心聲 鴻愛集團創辦人郭台銘自購疫苗心切 連日幾集本走下 好不容易讓疫苗進度出現曙光 就有副條件的 這個同意專案進口 你只要有延長證明 我們這個就準了 指揮中心松口 答應只要改付原廠出貨證明 就可以進口疫苗 不過就在看似出現轉機的時候 上海復興卻給了忌回馬槍 上海復興董事長吳以芳 十一號在股東會上表示 雖然大前提支援台灣防疫工作 但是得過BNT疫苗的台灣代理權 在復興手中 因此不管民間或是官方要採購 都必須透過復興 而且還說網路謠言很多 不必採信 一切以公司公告為準 態度十分強硬 看起來應該是他們是有代理權 我們當然會尊重他的代理權 這是一種商業的行為 但是我們也要真的是要期盼 就是說有這樣的代理權 也不要干擾到我們購買疫苗了 儘管政策放寬 但是面對上海復興 手握代理權 用零基金會至低調回應 各種資訊還在裏清當中 一切都會遵從法令和賞業機制 看來郭董買疫苗要想得到解套 恐怕還有重中關卡必須挑戰 記者綜合報導